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周六到教堂参加弥撒 这一天他也呼吁美国总统川普别再拖了 赶快签署新型冠状病毒纾困法案 更批评他拖延签署是放弃责任的做法 将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这项纾困法案经过数月的谈判和妥协后 国会终于批准了价值约九千亿美元的纾困案 该法案包括支付六百美元 给年收入低于七万五美元的美国人 但川普却拒绝签署法案 这不止将导致约一千四百万人拿不到补助金 而且这项新冠病毒纾困法案 是跟1.4兆美元的政府支出法案 包括投票通过 这么不签署纾困法案 连在政府支出法案被卡住 恐将导致联邦政府在28日午夜就得被迫关门 拜登就说川普拒绝签署纾困法案 不止让数百万家庭难以维持生计 而且政府的经费可能在短短数天之内就会用尽 重要服务和军方人员的薪资将岌岌可为 但川普说他是为了美国人好 然而外媒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马扭金早在本月初就提出了 600美元的补助金额 甚至国会在周一投票通过纾困案之前 川普都没有对此表示过反对 但自此之后 川普就一直抱怨补助金太少 遭外界质疑 川普等到现在才提出反对的动机不单纯 国际中心综合报道